心想事成的三大要素 如何更好的心想事成 我把它写下来 种子 土壤 光合作用 这是一个比喻 也是一个隐喻 种子是什么 种子是你的信念 你的想法 想法就是咒语 你相信什么想法 它就成为咒语了 你相信你可以还是不可以 它就是咒语了 再者 种子是什么 代表你的想法 或代表你的信念 土壤是什么 土壤就是心灵世界 加外在的能量场 你外在能量场 越干净 外在能量场越干净 你越容易吸引更多的财富 这是无形的土壤 光合中有三个元素 外在世界称为阳光 空气 河水 你的灵性世界 你的能量世界 有三个把它写下来 一个叫做喜悦的感受 一个叫重复的力量 种子比较重要 No 土壤比种子重要 土壤是什么 你的心灵世界 跟你的周围的能量场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计较修身 你必须把你能量场给调好 你的周围必须有至少五成的能量保护 记住你的无形土壤 土壤品质越好 你才能够真正的更好的欣赏制成 如果可以做选择 你提升这个能力 就是吸引财富的能力 记住钱不中赚的 钱是用吸的 你 stirring一扒 再次改善的词 velocidade Copenhague angry ha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